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在乾隆通宝品种里面价值很高的品种 就是河背河面前 那么什么叫河背 大家可能看到正面这个乾隆通宝 之口品项各方面都是平平无奇 甚至品项还比不上我右手边这一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翻过来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右手边这个它是满文的铸造局保云局 但是左手边的这个我们把它翻过来 发现它是稻子的一个乾隆通宝 正面也是乾隆通宝的面文 背面也是乾隆通宝的面文 像这种乾隆通宝在收藏市场上面非常的少见 我们把它叫做河背浅 它的尺寸并不大是24.4 厚1.7 重3.8克 虽然说个头并不大 品项算不上 特别漂亮 评级分数也就是每78分 但是之口还是很不错的 基本上都达到了一比一化 那么像这个钱 它要比普通的这种乾隆通宝价值要高 普通的乾隆通宝如果是25家的这种中亚 铸造特别精密的煤品 也就二三十一个 但是这一个 盒背 虽然说尺寸只有24.4 但是它的价值很高 像这样一个 在收藏市场上面至少都是一千左右 像我手里面这一个就是一个朋友花了一千块钱从本地市场上面逃过来的 除了这种盒背之外 如果两面 钱币的两面都是满文的铸造局 像这种 我们叫做盒面 它跟这种盒背是有区别的 但是同样 盒面的钱也是非常少的 为什么这种盒面或者说盒背铸造量很少 因为它属于一种挫板壁 它是怎么铸造出来的呢 就是说在铸造的时候 以前翻纱上前膜 上面和下面上了一样 也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钱膜 把这个膜剂和下面的膜剂上到一起了 然后铸造出来 两面都是全面的面纹 所以说铸造的这种 钱币通宝出来 它是一种挫板壁 所以说非常的少见 也比较难得 那么需要给大家强调一点的就是 因为这种盒面和盒背铸 价值很高 市场上面也出现了很多房品 把同样两种面纹的状态差不多的 两个钱膜通宝把它连接到一起 大家平时在收藏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多仔细鉴别一下它的增加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